其他的生命周期 那其他的生命周期要如何產生 你想說老實說把這個Copy起來再改成 UnDestroy 或者改什麼其實不用你就直接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 它有一個自動產生的功能 在程式碼 比如說你要自動產生什麼程式碼呢 產生這個 置換實作方法 這個所謂置換實作方法就是 我們這個Eclipse裡面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方法 那因為呢他已經 這個Eclipse裡面呢 就已經有 在這個地方 他會自動幫你去查到 其實都可以查得到的 那裡面的話呢你可以發現 這個地方就會跳出什麼 跳出Activity這個類別 裡面有哪些方法 這些方法這麼多誰記得起來 所以你們可以怎麼樣呢 在底下找 我希望找到比如說 UnCreate對應到的就是 UnDestroy 那你就找UnDestroy 有沒有找到對不對 它是零形的 表示它是一個方法 打勾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UnDestroy 這個方法自動產生 那我們要寫程式的地方呢 請各位在綠色的地方 撰寫程式就可以了 UnDestroy 我怎麼知道它UnDestroy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上面這一串有沒有 Tosser的部分呢 把它複製 貼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把這個地方的 UnCreate 有沒有 把它改UnDestroy 表示說我現在執行的是 UnDestroy的這個 會被觸發的是什麼呢 觸發的是UnDestroy 那其他 依實類推 按右鍵 程式碼 自幻實作方法 再來找什麼 Un Stars 有沒有 所以UnStars 你就找Un 那你其實還有一個簡單方法啦 跟那個Excel 其他都一樣 打一個O 它就跳到O開頭 然後往下找 Un 其實 有時候 Un UnStars UnPause 先打勾好了 有看到先打勾 然後還有什麼 Un UnReroom也有 然後 UnReroom UnPause 然後再 UnStars 有沒有 UnStop 這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都一對 OK 就有四個方法被勾選 甚至一般 還有個 UnRestart 有時候 之前我練習的時候 印象中這個 Restart 也有 但是這個Restart什麼時候觸發 好像在舊版才會觸發 新版好像 4.0之後 Restart這個方法就 不容易被觸發 不知道什麼時機 那各位也可以把這個打勾好了 Restart也把它打勾 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呢 它就自動會產生這幾個方法 那接下來就很簡單 你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直接在綠色的字下方 有沒有 直接貼上 然後分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的方法名稱呢 把它做一個變更 變更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 看一下說 這個地方到底什麼時間呢 是會觸發什麼樣的 一個 這個方法 這個生命週期就比較可以驗證的出來 OK好 那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這幾個生命週期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訊息給各位一點